魏公子来到此处,应该有听说,他每年都会多次十周,给那些穷苦的百姓吧。 魏无羡点了点头,最后一次还就是在一个多月前,这是过后不足几天,魏家就出事了。 言论看他点头,于是问到那位公子知道,被剁碎放在里面的那些肉,是什么肉吗? 魏无羡状似不经意地说道,不是些鸡鸭猪的肉吗? 总不能是龙肉,还是你想说是人肉。 他说得漫不经心,言论却是冷笑一声,满脸嘲讽得到魏公子还真猜对了,那里面都是人肉,而且就是我身边这些冤魂厉鬼生前的肉。 无耻,蓝旺基本就不太会说话,更不要说骂人的话了,但是听完言论的言语,这句骂人的话还是脱口而出了, 他和魏无羡都知道这些人枉死,可从来没想过死了之后还用这种恶毒的方法,让那些无辜的百姓背了业绩。 今日,他们进程询问之时,那些百姓对魏平是满心的感激,若是知道这位大善人给他们吃的是什么,该得多难受。 若是平时,蓝旺鸡说出这样的话,魏无羡恐怕早就调笑蓝旺鸡,但是这会儿他却什么都说不出,只觉得满身怒气,要不是还有几分理智,早就大开杀业了。 言论看他二人实在过于气愤,便不再接着往下接着说,算是给他二人一丝消化的时间。 其实还是因为他俩身上的寒气太重,让言论不太敢再接着说了。 言公子,请继续。 一口茶的时间,蓝旺鸡便恢复原样,开口道。 这回言论也不接着问了,而是直接和蓝旺鸡二人说自己知道事情。 跟着他的这些厉鬼,生前大多是些守着宝贝,却不自知的穷苦百姓。 他们多处于那种道路不通的乡下小村,每年守着家里那几亩田地,日子虽然难熬了点,倒也过得下去。 不过从魏平给他们修路之后,他们的噩梦就开始了。 他们不知道魏平从哪里知道他们的村子周围,或山上或河流或地里,有他们祖祖辈辈都不知道的东西。 一开始修路的时候,他们很感激魏平,可是修通之后, 管家就会带着很多人,把村子里面的人抓起来,难得日以继夜地挖着那些东西,最后活活累死。 女的要么被他们折磨致死,要么就不想被玷污选择了自杀。 不是没有人想过反抗,可那些人各个拿着武器,而且人高马大的,一看就不是善茶,于是一个一个村子的人就这么没了。 人死之后,魏平就让人把身上的肉都剔下来,剁碎混在粥里,骨头熬汤,一起施舌给那些饭都吃不起的百姓。 言论说得很快,看得出来对于此事,他并不想多提,毕竟这事实在害人听闻,而且让人恶心。 蓝忘机听的身上的寒气越来越重,魏无羡也难得脸上没有了笑容,满是寒霜。 不过魏无羡还是问道,我听说魏平诗舟的年份不算短,为什么他们到现在才想着来报仇? 就算这宅子他们进不去,但是里面的人总会出来的。 文言,言论问道魏公子如何知道我们进不去。 魏无羡回到魏府周围有一层保护罩,我和蓝湛之前以为是魏平请修仙者下的保护镇,后面发现不是,这个是天然生成的。 言论疑惑地问道天然生成。 魏无羡解释到我之前打听过,这所宅子原本是你家的,你爹做的才是真正惠民的善事,我想言家的祖先也大多是这样的人吧。 言论他爹死的时候,言论还小,所以对于魏无羡说的这些事并不清楚,并不能给他确切的答案,只能安安静静地听着。 魏无羡接着道,做的善事多了,那些被帮助过的人,死后就自发地再次给言家守卫。 在他们魂魄也消亡之后,便渐渐长成了这层保护罩吧。 不过能防利鬼,却防不了活人。 言论闭了眼,脸上是肉眼可见的懊恼与悔恨。 过后,他深吸了一口气之后道,魏公子这么说,我便明白了,至于在外面,他们为什么不动手? 是因为我,他们动不了手。 这是魏平大概是七年前开始做的吧。 那个时候是有厉鬼找他报仇的,我那时候不懂这些,且因为感念他对我的恩情。 于是上了寺庙,三桂九寇给他求了平安符,而管家对我也很好,我顺道也给他求了。 至于其他人,想来是看见我求的那些平安符管用,失周的时候让百姓给他们求了吧。 魏无羡和蓝忘机对视一眼,算是明白了,魏平把言论害死了,言论求的那个平安符也就失效了。 也因为言论的对这些厉鬼带领,那些吓人的也失效了。 言公子,魏某有个疑问。 言论回到魏公子客气,请说。 魏无羡言道,正常来说,你满门被灭之后,这层因你家所行善事,而生成的保护罩会破灭。 不过因为平收养了你,这层保护罩虽然保护效果大不如前,还是存在的。 如今你已亡固,这层保护罩就应该不复存在了,为什么现在还依然存在? 言论思来想去,也想不明白,最终只能摇了摇头。 魏无羡见词,幻言道既如此,言公子说说你和魏府之间的过往吧。 言论讽刺地笑了一声,而后问到魏公子,魏平那个伪君子应该和你说,他是我爹的故人,养我是魏报恩吧。 魏无羡点了点头,之后魏平便一五一十地说了他知道的故事。 言家书香世家,世事行善,言许便也生得良善。 言许偶然间得知,文平家穷困潦倒便起了善心,给他银两,助他读书。 可这一切不过是魏平的设计罢了。 魏平的家根本不在他代言寻所去的那个村子。 他家在梅山上,他也不是什么穷人的儿子,他爹是梅山上的土匪头子。 梅山上的土匪早就基于言家的家财,奈何言家大怨实在过高,他们闯不进去。 而且,言家也有不少家丁护卫,武艺虽谈不上多高,但是他们这些土匪也不过是些利大的莽夫,和言家的家丁也就势均力敌。 魏平虽年纪不大,但是为人聪明,他逐渐成年后,他爹便把很多事都交给他做了。 他知道,强取步行便巧夺,便利用言家人心善,一步一步地接近言许,最终和言许成为了好友, 取得了言许的信任,慢慢地在言府里安插了不少人。 魏平和言许说要去远游,不过是想把自己摘出去,他走了没几天,便让言府里的人在言府的饭菜里下迷药, 之后装作流寇大张旗鼓地洗劫了言家,杀了言府所有的人。 不过,魏平没想到那天言少夫人因身子不适,早早地回房睡了,并没有吃那一顿饭。 刘寇在外面喊声震天声音中醒了过来,一看见家里的情况,便知道事情不对, 拼着最后的声息把言论抱着藏好之后,便被杀了。 言论一觉醒来,家人都没了,伤心难过加上害怕,便跑出了卫府。 周围的人感念言家的恩情,对他多有照拂,有些还想收养他。 言论虽小,但是心静下来之后,也不想离开自家宅子,便没有答应。 魏平找到他,以固有的身份暂时接管言家的宅子,并承诺待言论行冠礼之后,便将其归还他。 言论知道自己太小,不可能就掌管这么大的宅子,而且,自家阿爹对这个魏叔叔也是赞叹不已,言论最终答应了。 至此,言论便留在了魏家,和魏少爷一起长大,他们亲如兄弟,魏老爷也带他如亲子,日子倒也舒坦。 只是魏夫人看不惯他,总觉得他是吃白饭的。 每次魏夫人骂他,他忍不住想发火的时候,魏平总是一脸地抱歉。 言论感念他对自己的教养,帮自己看管祖宅等等一系列的恩情,便忍了下来。 两个月前,言论被尿憋醒,起得太早,无意之间,看见便为管家带着下人,抬着挤麻袋东西,进了从不让人进的西角落废物。 言论一开始,并不知道那里面是他们打死的人,只是奇怪,管家为什么大早上地抬着东西去了哪里。 不过他也没问,直到又过了半个月,他逛街的时候,遇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,才知道那是什么。 起初他也是不相信的,最后偷偷去看了之后,才知道是真的。